设备自检 点击自检按钮 设备开始自检 只有每次开机 设备三轴四幅报警 修改设备参数时需要自检 绘图完成后 软件自动生成代码 将代码下载到PLC中 触摸屏有四个按钮 分别为程序启动绿色 程序停止红色 暂停黄色 急停红色 程序启动按钮 在自动状态下启动程序 程序停止按钮 停止程序的运行 暂停 暂停及恢复运行程序 急停按钮 按下后设备无任何响应 在自动状态下 点击程序启动按钮 启动程序 程序启动灯会变亮 推附加钱到就绪位置 触摸屏上有提示 将铜牌推到付加钱 加钱嘴处 踩一下脚踏开关 或按一下暂停按钮 将铜牌放平 推铜牌推到底 顶到定位杆处 按下暂停按钮 设备开始自动加工 首先进行倒角动作 冲孔 倒角 二次倒角后 排头的倒角加工完成 压花 冲孔 压花 冲孔 冲孔 冲孔工序全部完成后 刹车加紧进行剪切动作 剪切完成后 脱料袋自动将加工完成的工件 送到接料工作台上 同时下一个工件的开始加工 设备运行过程中 可按暂停按钮 暂停设备的运行 再次按暂停按钮 设备恢复继续运行 继续下一工件的加工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职丝 加工完成后 主加钱将成品料拖到拖料袋上 由拖料袋将加工的工件传送到工作台 设备加工完毕